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本月初闭门会晤首相 纳杜斯里·伊斯麦·沙比里 讨论了部长职位和副首相职位的课题 到至今都没有任何进展 时隔将近一个月 国盟再度主动出击 表示会再委派代表会晤首相 商议与首相的协议内容 国盟总医书纳杜·韩扎·赅努丁 今天发文告表示 国盟最高理事会昨晚开会后 一致表明对首相 没有积极履行协议内容感到失望 因此联盟会在近期再派员会晤首相 商议执行协议内容的课题 韩扎没有说明协议的具体内容 但是慕尤丁早前透露 国盟的确曾经与首相 签署了委任副首相的协议 同一时间文告也透露 国盟将在下个月27号 举行国盟大会 庆祝联盟成立两周年之余 也会讨论第15届大选的竞选战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